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当然走势上还是比较疲弱的一些 指数开低之后呢 一路的向下再做一个走低 目前盘中是最低跌了109点 目前最新的位置是跌76点左右的一个幅度 好 那再谈指数 在接下来 这到底大盘会跌到哪里 接下来该怎么操作之前呢 重点我会请大家注意 在结构的部分 才是这个阶段最要去注意的东西 那结构的部分 好 我们今天来看 看到当大盘指数持续在做走低的时候 这一波我一直提醒大家 锁定在我所说的新世代汽车的商机 里面包括汽车安全配备 包括新能源车 包括智慧车联网 都说这是未来的 这个产业的多头趋势的重点 也是股价这当中 最有机会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敢涨上去的强势族群 那这个部分 当然里面最重要的龙头指标股 就是去年股价一百一十几块 一路涨到现在五百多块的一个同质 居然在这一波大盘指数 你看到 看起来从8840跌下来 反弹又下去 哇 指数现在在破千低了 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同质的股价居然在这地方 还是一样继续的垫高底部 现在股价是多少钱 五百八十几块的价位 随时都还要再创新高上去 好 不止同质 再来看到 就是上个月 我们跟大家介绍 当中国大陆现在在积极推动 所谓的新能源车 那也要开始兴建什么 当然要大量的兴建 所谓的充电站 换电站 还有充电窗 我们也刚才谈到 现在不止福建 北京 通通要设置当中 所谓的一个充电站 那商机已经开始引爆 里面最有机会受惠的 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 2360的智茂 当然当时是把它盖起来 我们提到 现在中国在积极推动 所谓新能源车 智茂已经布局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充电站 换电站的市场 相当多年 成为最大受惠者之一 不止说未来而已 现在三月份营收 已经在创新高 年增率超过八成 月增率超过一倍 开始大幅度成长 也跟大家预告过 第一季季宝将会有亮眼成绩 那当时发现 股价在跌的时候 已经有大户在进货 股价转强讯号出现 好 结果呢 好 我们来看到 这是上个礼拜 4月25号的智茂 那时候股价在多少 在67块多 对不对 好 你说那完蛋了 智茂那时候67块多 是在上个礼拜三 那上个礼拜三到现在 指数又跌了多少 指数这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三到现在 4月25号到现在为止 指数的部分 已经从8560左右 跌跌跌跌跌到现在 今天最低跌到8268 这已经跌了多少 跌了将近快300点 可是这一段期间 你看到的是指数 跌300点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智茂 那一天的股价在67块多 那隔天都还有69块多 可以买 对不对 上个礼拜五 大盘指数重挫 跌了100点下去 它股价大涨了 这个盘中涨了7.4%上来 今天指数又跌 这个早盘跌了70几点的时候 那么它股价又继续拉高 早盘最多涨1块3 涨了超过1% 那重点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当指数在这里跌的时候 大家都说行情不好 它反而出现多方攻击量 反而开始往上来做突破 创下了72块9的一个新高 对不对 那当然我不是叫你去追智茂 我只是强调 这个大盘的一个部分 我常常做股票的部分 急涨不要追 拉回找买点 重点是你要找到那种 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赶涨的股票 之前跟大家介绍的智茂 现在是不是这样 开始往上领先大盘 不用靠大盘 创新高上去了 好那不止智茂 再来我们来看到 这是最近我们都跟大家谈到 现在美国的一个新车 都准备将自动刹车系统 在2022年的时候 纳入到新车标准配备了 那里面我们正在锁定的 自动刹车系统的受惠股 发现到最近指数降 越走越低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散户赶快 把股票插出来 融资就在减少 它的股价有没有去破前低 没有破 反而在这里跌高底部 包括这样子的股票 这也是自动刹车系统的受惠股 现在这当中 当指数在破前低的时候 你们发现股价反而是 一底比一底来的高 散户在卖 那一底比一底高 谁在买 去想一想 我提醒大家 盘式的结构 在这边不知不觉当中 又开始出现转变 重点 你能不能够去掌握到 那个结构的变化 找到接下来 准备要转强 准备大涨上去的股票 然后在这个阶段 就做好这个调整的动作 太弱则强的动作 这就关系到 你未来会不会成为市场当中的赢家 关键就在这里了 为什么要再三提醒大家这一点呢 因为我知道 很多投资朋友 在今年的指数 上上下下的过程当中 到最后没有赚到钱 甚至现在越掏越深在这里面 指数是涨了一千多点 吐一下下 为什么会很多人 越掏越深在里面呢 原来是散户常犯的错误就是这样 当行情不好的时候 股票套牢了 那都会想怎样 都只想抱着股票 你手上的股票 想抱着 看看能不能等到哪一天来解套 但是常常发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是手上抱着股票 抱了一堆弱势股 你都不知道 结果在大盘整理的时候 只是涨不动 只是在拉回的时候 就开始跌跌不休 越套越深 甚至如果你这个想要加码手上赔钱的股票 到最后都可能这个想要做摊平 最后就是越摊越平了 对不对 那甚至大盘在回升的时候 开始涨的时候 也未必会涨 解套 这当中都等不到 然后呢 一个大盘在整理 然后就越套越深 那想要改变这种宿命 该怎么办呢 我都会再三叮咛大家 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你要去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也就是这当中 我这个操盘高手 会在行情整理的时候 更要去主动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发现强势股 不是说大盘跌 它每天也都会涨 当然像智茂的确这两天 是这样子 现在又涨上来 再创新高了 没有错 强势股是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上来的 但是重点我要去强调 你会发现 很多强势股 大盘跌 它也会补跌 但是呢 它就只是涨多拉回 涨多拉回 一个大盘稳住 它就开始创新高上去 可是反过来 如果你不做太弱则强的动作 你只是抱着弱势股 结果呢 你就看到股票越套越深 所以我都会再三叮咛大家 其实越是在行情整理的时候 你更要去主动的 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一个动作 就像还记得 在今年一月份 那时候大盘指数在 7600 7700点附近 做震荡整理 投资炮 有人打电话进来 把我们的Coin专线 0800这支 打来问生计股 问4170的这个 4147的一个中誉 我也都建立说 这个股票 技术面上来看 已经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出现要出来 不要想说蔡英文当选 就生计股一定会涨 反而要小心 对不对 结果呢 你看 当大盘在涨的时候 它没涨到 对不对 现在呢 大盘一个拉回 它在破底 跌到最低165块下去了 抱着弱势股的结果 你会发现 很容易就越套越深 甚至大盘涨 也赚不到钱 也回不来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懂得 主动的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那那个时候 我们在推荐大家的是什么 来看看 在1月份的时候 指数在7600 7700点附近震荡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推荐大家 F帽连 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大家提到 你们知道指数 破了前波低 7980没有错 对不对 指数是一底比一底来的低 哇 越跌越多 但是也就是在这种时刻 最容易去找到 未来的强势股 那时候我们提到 F帽连 散户在卖 融资在大减 对不对 那股价呢 股价是一底比一底来的高 越跌越高 所以那时候 我们买在145元附近的帽连 后来帮助会员朋友 这当中 大涨上去 150 160当然都有持续在加码 涨到200多 我告诉大家 几涨必要追了 等待拉回 再来找买点 对不对 那反过来你去看 同样一段时间的一个中雨 股价是从250跌到160 跌了足足90块下去 那这边呢 是从145 涨到200多 涨到80几块 一来一回差了多少 差了足足170块 等于如果当时你一张中雨 换成一张的帽连 可能一来一回的差距 就差了17万了 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有10张的中雨 换成10张的帽连 可能差了就170万了 这就是我说 其实真正要在股市当中 反败为胜 绝对不是行情不好 哇就抱着手上的股票 看看等哪一天会等解套 尤其当你抱到了手上的股票 是弱势股 是产业趋势在下滑的 是业绩在走弱的 是大户已经都在出货 转弱讯号都已经出来的 你还不知道继续抱着 真的是有可能会 越套越深在里面 甚至你加码摊平 可能会越摊越平在里面 所以我都会叮咛大家 在这个阶段 你要做的是什么 你要做的是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弱势股不对了 当然要懂得换 像当时的帽连 不就是这样子 如果换到帽连来 一直现在一大涨上来 当然涨到227块 我也跟大家讲过 不要再追 拉回再找买点 那最近拉回来 当然今天报纸消息都在写 写说帽连这当中 现在小心了 红色供应内也要进逼 Tesla这个当中 跟帽连跟核大 来抢这个Tesla的订单 Tesla的订单恐被瓜分 那这则消息 当然在我来看 这根本不算是什么利空 股价跌下来 就有人特别去吵这个东西 在我来看 Tesla因为去年的model S 总共也才卖了5万多辆 这是卖最好的一款车了 现在model S的订单 居然已经超过了40几万辆 那订单是不可能 冒连自己一家就消化的完 当然Tesla有可能会去找 其他的供应商 但是投资朋友 你在这个地方该怎么去操作 我会提醒大家 当时227块 我说急奖不追 现在拉回来是要找买点的 这一点提醒大家一下 那现在线上 我们先暂停一下 线上有一个台北的林小姐 要打电话进来 喂 林小姐你好 刚好说你好 帮我看一下那个245市的联发科好不好 联发科 好 我来看一下 今天股价是一个大跌的一个走势 跳空跌下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 第一个联发科 今天股价为什么走低 其实这个部分 当然消息面 大家应该都看到 法说会的部分 他公布了 虽然说第二季 他的看法是很乐观 但是毛利率 不止没有办法保住40% 甚至还有可能创新低 那对下半年的失矿 也丢出了一个震撼蛋 认为说下半年的市场 可能和上半年差不多 下半年手机失矿 是一个市井的局面 所以今天股价是一个 跳空大跌的一个走势下来 甚至早盘的时候 还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就要打到跌停下去 那这个部分 当然就产业上来看 我还是叮咛大家 之前的一个看法 这代表什么 代表说整个智慧手机 包括平板电脑在内 它已经不是几年前那种 哇 越来越好的一个这个市况了 现在的整个这个智慧手机 已经大家是说 拿出来的 每个人手上拿出来的 几乎都是十个人 有九个都是智慧手机的嘛 对不对 这种状况 它没有办法再高度成长 那规格的部分 大家也看到 这个当中iPhone 6 iPhone 6s顶到天之后 也没办法说 规格越来越好 来吸引消费者换机 甚至iPhone都要推出平价版的 这时候呢 我认为说智慧手机的一个产业趋势 目前是一个在当中 比较偏弱持续下滑的状况 那以前我们都强调 智慧手机是电子科技的主流 现在已经反过来 再强调一次 这个新能源车 汽车安全跟智慧车联网 已经取代了智慧手机跟平板电脑 成为台湾科技产业当中 未来三到五年 最不容忽视的一个主流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不是叫你说 今天有利空赶快出啦 这地方你可以去等待一个 这当中找个机会点 这个当中是不是来采取一个换股操作 找那个产业去 是更有爆发力的 新能源车啦 汽车安全 我觉得是更有机会去赚回来 所以重点我要去强调 这个阶段绝对不是说 股票套牢就抱在那边等解套就好 有些股票是很难解套的 尤其如果产业趋势是在下滑的 去想一想 宏达电不就这样吗 当它这个业绩很好的时候 哇 股价涨到一千多 但是智慧手机开始急速下滑 宏达电的市占率开始急速下滑 业绩在衰退 那股价呢 一千多 跌到八九百 跌到六七百 跌到四五百 跌到三百多 跌到两百多 跌到剩下一百多 对不对 现在呢 剩下多少 八十几块的价位 各位投资朋友 很多产业趋势在下滑的情况之下 那个股价是可能深不见底 该换就得换 那这个部分 当然重点 我也不是叫你这个地方 马上去买茂连 重点你要去思考 为什么当时我建议大家买茂连 你有没有看到 在当时指数 一滴比一滴来的低的时候 散户在慌忙卖股票的时候 我说是最容易去找到 未来的强势股 像茂连股价不就是这样 当散户在卖股票 它反而越电越高 一滴比一滴高 后来股价 不就大涨上去了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在我来看 其实也是同样的状况 指数看起来破了前低 大家最恐慌的时刻 在我来看 也有好多股票 不就像这样 股价没有破前低 股价一滴比一滴来的高 开始垫高底部上去 为什么 当然这个部分 跟他们的一个基本面 有相当大的关联 像这家公司 自动刹车系统的社会股 它的车用无线模组 它的防撞雷达 都通过了国际车厂的认证 获得了日本一线客户的订单 也正在跟美国的客户 要共同开发 所谓ADS 自动刹车的商机 那大家都说景气不好 可是你们知道 它还在干新产能 第二季新产能就要开出来 代表什么 订单都掌握在手上了 这种公司去年赚了六块钱 今年还要更上一层楼的时候 这种股票 我都建议大家 这个时刻 更要去积极地 做好太弱则强 强势股就跟着我们一起锁定在 新世代汽车收费股 全面竞速光标 同志至今 自身科建林 茂连康普 竞捧IET群联 一档一档大涨上来 现在全面巴巴的专案 提醒大家 最后一天的机会 给大家最后一天的机会 跟着我们在当中 趁着行情在整理的时候 锁定未来 就有一个当中 大幅度让你大波段 赚钱的一个机会 休息一下 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好痛 请用五分枯 吹起听 请用起听五分枯 五分枯 好 成通投顾 极品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参的产业观点 下群出现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顾 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52-5868 02-2752-5868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成通投顾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赢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通投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制造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成通投顾 值得托付 赢了2752-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草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当我们看到大盘指数在这几天 连跌了三天之后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都很担心 这个大盘是不是已经要开始转空了 股票就是这样 很多人涨的时候 这个就非常的乐观 一跌下来就非常的害怕 那这时候从技术面上来看 提醒大家 我们先不要看短线 看长线的部分 这是大盘指数的月线图 你们发现到最近这个震荡震荡 它非常类似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非常类似指数在四五年前 那时候大盘指数在6609 在6857 在什么时候 这个地方从9000多点拉回来 这个十年线附近 做了一个震荡之后 开始一步一步的往上攻 那这个攻上去绝对不是说天天大涨 对不对 在大涨之前 一定是都具有反复震荡的特性 结果呢 搭配着指标 KD 月KD 开始交叉向上 融资与额大幅度减少 散户在这个地方 觉得行情太难玩了 都退出市场 融资把它卖光光之后 才会塑造未来的多头 对不对 那现在是不是非常类似的状况 十年先附近 上上下下做震荡 而月KD 已经再度的黄金交叉上来 重点是底下的融资与额 这里比当年还来的更少 对不对 散户股票卖的更多 那代表什么 会不会代表未来的行情 爆发力道会更强 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投资炮 可以拭目以待来做观察的 不过重点还是强调 倒不是要 自以往指数会涨到哪里去 重点是在大盘整理的时候 我说 你就要去先主动的 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很多产业趋势 我们之前就已经跟大家提到 都已经在下滑 业绩在衰退的公司 我们也都提醒大家要避开 例如去年10月份 我们是全市场第一个告诉你 从技术分析来看 iPhone 6S的销售续航力 将低于市场预期 2016年第一季更可能出现 iPhone史上首度年衰退的现象 这现在当然我们在去年半年多前的预告 已经证实了 证实什么 上一季的营收13年来首度的衰退 苹果的神话幻灭了 iPhone销售量年减16% 打破2007年第一代iPhone上市以来 连续8年销售成长的记录 这个我们在半年前 从技术分析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那我们也在两个多月前告诉大家 太阳能低际需求虽然不弱 但是要提防第二季下半年 这当中供需就会低于市场预期的状况 你要去想一想 这两天有一则新闻 什么台积电宣布要推出 这当中茂迪的股权 那当然茂迪因为之前要办宪征 现在这个台积电不捧场了 他原本融券空单一万多张 哇 现在好像这当中 赶快要补一补 所以股价今天也谈 但是重点不是在去抢 而且要你去思考 台积电为什么要退出茂迪 那个产业趋势才是你要去思考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都叮咛大家 这里的行情重点你要去思考 当大盘大涨签点完之后 哪一些股票 产业趋势已经在下滑 业绩在衰退 股价相对弱势 技术面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如果有这种股票 我会建议你赶快 这当中太弱则强 那如果你不晓得你手上的股票 产业趋势究竟是怎样 技术面有没有大户在出货 有没有转弱讯号出来 就像两个月前 我们在提醒大家 太小心太阳能小心冒底 那时候股价 如果你能够赶快来找我 来做调节 你是不是就已经避开了 最大端的大跌 那如果说投资房 您现在手上的股票 有任何疑问 我们都还是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coin专线 我会这里尽我所能 就我所学的 提供最专业 也最及时的建议给您 好那未来的操作 当然我提醒大家 从产业面 从技术面来看 Tesla供应链 已经取代了苹果供应链 飞特阵营 也会取代非频阵营 新能源车 汽车安全 智慧车联网 取代了智慧手表 智慧手机 平板电脑 成为台湾科技股 未来三到五年 最不容忽视的强势主流 这里面 最有爆发的产业 最有竞争力的公司 我们已经一个一个锁定了 对不对 就像上个礼拜 跟大家谈到 福建啊北京啊 都在规划什么 要扩充 大幅度扩充 所谓的电动车的充电窗 那受惠股找到谁 我们不就在上个礼拜 介绍2360的智慧给大家吗 结果呢 大盘你说这连跌三天 三天跌了三百点 你有没有发现智慧 那时候来67块多 现在的股价呢 已经一步一脚印的 越涨越多 越涨越多 涨到现在创新高 72块多了 对不对 那这就是我所说 强势股的一个特色 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赶涨 我们找的就是这种 那为什么它可以这样子 不就是背后 有一个爆发性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 业绩真的在成长的公司 技术面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的股票 只要能够去找到 就可以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赶涨嘛 所以我们过去 这当中这样锁定 未来还是这样锁定 尤其接下来美国车辆 将全面安装自动刹车系统 我也说了 这是继2007年 美国将胎压侦测器 列入标准配备 推动胎压侦测器市场 大幅度成长 也推动了像维生这样的股票 从三十几涨到六十几 涨到一百多 涨到两百多 涨到四百多 我们要找的就是这样的股票 对不对 就像这一次 做这个自动刹车 相关倒车雷达的部分 同质的股价 不就从一百多 这样一路的大涨上来 一路的涨到现在五百多 大盘碟一样能够找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 那接下来呢 当大盘在这里整理的时候 自动刹车系统 收费股的新黑马 有没有发现 其实技术面上来看 看得懂的就会知道 这里都有大呼在进火 转强讯号出现 如果说你想要掌握到 下一支像同志 像茂连 这样能够去让你 大赚钱的机会 而不是在高档 你自己才去追的话 记得就是要在这个时刻 在大盘整理的时刻 就要主动的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折强的动作 强势股领先市场 跟总们染脉在低档 再度叮铃大家 新能源车 汽车安全 智慧车联网 已经取代了手机平板 成为台湾科技股 未来三到五年 最不容忽视的强势主流 如果说你想要掌握 这波新世代汽车 大波段获利良机 极品操盘团队 绝对是你唯一选择 想要把握的投资 再叮铃大家最后一次 全面巴巴的一个专案 今天将是最后一天来做结案 务必把握待会休息时间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一起掌握这波新世代汽车 大波段获利的机会 好好把握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客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成通投顾 集聘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情出现 0227525868 2725868 成通投顾高老师 集聘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525868 0227525868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成通投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通投顾拥有股票 期货双制兆 带您领先动机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成通投赋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北都PiPiNet 超值优惠 双小号 新时代光线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 真的只要690 加一年 再送数位有限电视 三个月 多人多机 同步无线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费 设定费保证金 再送WiFi分享器 和数位机商盒 0809 096 111